藤椒奶茶 听着是不是有点黑暗料理的味道 但这可是大湾区首创的新晋网红 买不到那我就只能自己做咯 这是最近很火的斑兰叶 这款奶茶中的嫩豆腐主要就是由它做的 当然还需要豆浆和牛奶 这三个材料先用破壁机搅打 或者其他任何能炸汁搅拌的机器 然后就会得到一份清汁 用筛网过滤一下倒进奶锅 拌奶叶渣子还是在的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代糖 煮到边缘冒小气泡的时候倒入白凉粉 搅拌均匀至白凉粉融化就可以关火了 白凉粉凝固的比较快 一定要赶紧倒进容器里 放入冰箱可以加速定型 除了嫩豆腐 我还想给奶茶里加一份小丸子 为了配合嫩豆腐的颜色 所以做个抹茶味的 冬天看到这些清新的绿色真的会让人心情很好 把面团擀成细细的长条 尽量切小颗一点 奶茶里的丸子当然要小小的才好吃 盘子里记得撒上糯米粉方黏 做奶茶之前先把小丸子煮熟 它们都飘起来就可以了 老厨过一下凉水 口感会更Q弹 这份奶茶用到的是金光阴茶 还有新鲜的青花椒 甜一口无都让人嘴皮发麻的那种 煮两分钟后倒入牛奶 再加入带糖调味 再煮两分钟后关火焖十分钟 所有道具都起火了 我的半蓝豆腐也成型了 真的是被绿色治愈的一天 如果你想让青花椒的味更浓郁 就可以多焖一会儿 所谓老坛藤椒奶茶 装杯道具也得到位 虽然是冬天了 但还是忍不住想喝点冰的 热的也来两杯 这个奶茶肯定很暖和 青椒和小米椒放上面装饰一下 有没有很想猎习一下 一口藤椒微麻 两口豆腐嫩滑 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一个免费的赞呢